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記得訂閱草地狀元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來喔 吃飯喔 每次要吃飯 我就開始煩惱了 那麵包都把我 教得我吃這個 你看看 這樣 白痴沒味 都跟它撒撒的 菜也有撒的 阿薩就要叫我吃 連我台語都不會有運 所以我說什麼 圓形食物 這種東西吃得到 我當然吃這個我就開始煩惱了 你看我這個雞胸肉 看起來是不是不錯 好像很厲害 但是你看 我這個… 這個豬排 你真的要吃吃看 很好吃 吃一塊 我要吃蘋果 吃蘋果 要吃肉啦 拜託 給我一人都一起吃 對… 你也拜託 你明明知道我吃這個 白痴沒味 你跟你吃好料的 剛才你幫我煩… 這樣這樣對 唉唷 西田哥 怎樣 我跟你說 我這個很好吃 當然也好吃 我先要吃 我就不能吃 我就不能吃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那個是原型食物 我這個也是原型食物 哪有可能啦 我跟你講 他這個是強調無奶 無糖 無膚質 沒有過度的去調味 你真的吃吃看 很好吃 真的假的 我真的沒騙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吃看看 它的香味 這個很清爽 又嫩 它的香味還不錯 原型食物 我將來也聽到原型食物 可以這樣吃的 這幾年養生概念盛行 很多人因為怕肚子 那就是為了身體好 其中在意熱量 來忽略營養 其中出現很多 生酮飲食 低碳飲食 168飲食法 不過 沒關係 選哪一項 可以吃原型食物 是最好的 而且原型食物 顧名思義 就是 沒有過度的加工 沒有添加物 少油炸 盡量接近到食物 原來的模様 這間店不僅是 2020年 綠色餐飲自然的 推薦餐廳 老闆又改變一般人 認為原型食物 不吃不吃的觀念 每一項料理 都是夠營養 又好吃 而且店來使用的香草 也是都自己煮的喔 讓健康的人 吃保養 身體不好的人 吃健康喔 叉子喔 喔喔喔喔 妳是要叫我吃雞尾就對了 不是啦 這是什麼肉 這是豬肉耶 唉唷 像牛肉耶 真漂亮喔 漂亮… 這些是要做什麼 這我們要拿來斷筋 斷筋 對啊 斷筋是用刀 斷筋如果用刀子的話 那個每一塊肉弄起來 都很像紙雕一樣 那半透明的 像蔥花耶 肉圓 看有白色這個紋路 白色 對 我們就要開始 抽它 把它斷 要抽那塊 妳也可以慢慢來啦 我們平常 我們平常做菜趕時間 不然妳從這邊來 我從這邊來 這樣… 我們再搓這個 就是除了讓它胸筋之外 也是為了想要讓那個味道 可以比較吃得進去 這個很出力耶 然後很耗時間耶 對啊 妳一天可以處理多少 一天大概會處理15斤 15斤的話 就是相當於大概40片左右 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是豬肉的哪一個部位 這塊是梅花豬 不然妳吃過 我告訴妳 這樣 上面 脖子下面這一塊 我們叫做松板 松板在下面這一塊 就是梅花肉 這樣我知道 就是 還要切下去 切下去就對了 對啊 這個 口感吃起來是怎麼樣 吃起來它會偏脆口一些 然後還會有點彈牙 如果用鯉雞的話 就會比較小 對 謝忻哥 妳知道吃肉 其實它是有不同的時間 要吃不同的肉嗎 我知道 我什麼時候要吃 我就什麼時候吃 時間不一樣 就吃不同的肉 現在要做的是 低溫烹調湯 肉跟這個放下去 然後我們要追風包裝起來 那用85度的溫度 讓它泡十個小時 然後讓它慢慢的熟到裡面去 達到八式滅菌法 那不然一百怎麼會變85 85就不會熟了 不過如果把它回家 在家裡要這樣做 真的很麻煩 對啦 所以我現在才會開發一個 就是圓景幾十包 可是它冷凍 妳在隔水加熱變成高溫 那是不是它營養的 都流下去了 謝謝 謝忻哥 對 你知道吃肉其實 它是有不同的時間 要吃不同的肉嗎 那我這樣 我什麼時候要吃 我就什麼時候吃 因為時間不一樣 就吃不同的肉 為什麼 比如說像是女生 經期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吃牛肉來補血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有在做重訓 鍛練身體的話 那我們就最好就是吃雞胸肉 那比如說像豬肉 什麼時候吃 豬肉就是你今天用腦 特別過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豬肉 為什麼用腦過度要吃豬肉 就不是吃那個豬腦嗎 只是像我們用腦過度 基本上我們會掉 非常多的維他命B跟C 但是豬肉它含量的B跟C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吃豬肉 然後可以修復我們的疲勞 然後也可以增加我們的B 那如果多一點B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想吃甜食 或是想吃油炸類 因為豬肉裡面的豬油 含有很多的維生素E 那你如果多吃一點E的話 你就不會想要吃鹹酥雞 是喔 因為鹹酥雞不是有很多油嗎 那就是我們腦部缺油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吃 比較油的東西 炸雞這些東西 這樣我們現在抽 這樣也差不多了 抽好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賣了 我們等一下抽完還要醃 就是我們要上香料 醃 然後我們之後還要蒸泡包裝起來 然後我們就要讓它去泡個三溫暖 這就是酥肥法 很久的 實在很流氓 那是什麼叫酥肥 這叫問我老師Golden 這樣嗎 對 因為老師沒辦法 Golden 我到底 我現在要做什麼 我老是怎麼不見得夜 我們現在先來煮湯了 什麼 白菇 這個是白菇 白菇 還有這個 這是那個被害到的A局昆布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讓它來取代 味精的那個鮮度 所以我們沒有味精就對了 沒有啦 這個好 這個好 現在要做的是 低溫烹調湯 跟這個放下去 然後我們要先放包裝起來 它用85度的溫度 讓它泡十個小時 然後讓它慢慢的熟到裡面去 能達到巴氏滅菌法 蛤 要10天斤喔 喔 你只有加速錢 你就要花很多 我們沒有用瓦斯 沒有 我們用低溫烹調機 沒有100度 那邊85度 85度就不熟了 如果在100度的話 養分都跑光了 我們肉類裡面會有細胞膜 蔬菜裡面會有細胞病 那你在這麼高溫的狀況去煮的話 它全部都破光光了 然後呢 你又在沸騰之下 它全部都在空氣裡啦 對 那如果我們現在用的是85度 然後讓它可以在裡面 慢慢的熟成 然後又可以滅菌 然後養分又可以很完整 如果是這樣子兩個的差別的話 低溫烹調的 烹調完之後 它大概可以保留養分 大概還可以到60左右 對啦 因為喔 在妳這邊做喔 因為妳有這個機器啊 有什麼什麼什麼 妳會 那個這個做起來很簡單 如果妳把它回家 到家裡要這樣做喔 真的很麻煩 對啦 所以我現在才會開發一個 就是圓形即食包啊 可是它冷凍 妳在隔水加熱 變成高溫啊 那是不是它營養一通通 都流出去了喔 所以我們會用冷水下去 跟它冷凍的狀況一起煮 喔 外面的冷水滾了 裡面的溫度也差不多好了 它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去破壞裡面太多的養分 因為它不是從生的煮到熟的嘛 養分當然還是會減少一點點 但是不會像是妳從生的 然後煮到熟的那個養分 被破壞了這麼多 好 這樣好了喔 對 好 先把它處理掉 那是說喔 奇怪耶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說 妳的老師喔 那個Golden 到底是Who are you Golden其實它是 一個英國的廚師 那那個時候啊 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因為 我買了太多的食譜了 後來啊 我就把其他的一些食譜啊 或者是我帶回來的一些 我覺得可能不太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捨棄了 就只有最後帶回兩本Golden的食譜 所以我的老師是Golden 是因為我很多的疏肥的一些手法 都是看Golden的食譜來的 但是我從英國到來玩 一個最珍貴的兩本書 這樣好 我們現在這個如果好的料 是不是可以把它送進去 送溫暖 這個過程當中 我來教你做火鍋料 蛤 火鍋料 欸 奇怪耶 那不是強調那個 都是原型的東西 這樣做火鍋料 阿賢 你這樣走 走 我怎麼到你走 怎麼到這個田裡面要做什麼 我今天要帶你來找那個 我們做蛋絞裡面的料餡啊 是這個喔 就我們要用的原料 是這個喔 就我們要用的原料啦 是這有什麼 你來看一下 你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來 好 來 好像 九層塔 不過你說 你們小厚花園的香草 你們用那個就已經夠了 為什麼還要再 這麼一大片的這個九層塔 怎麼不夠 你看這裡 這麼多 而且我們這邊是在地小農 從我們店裡到這裡開車 大概只要二十分鐘就到了 妳就請他們送就好了 為什麼妳要親自來這裡 我們第一個就要確保 就是我們要的這個食材 它一定是在北部 在北部的話 我們第一個可以達到減碳 又環保 然後再來我又可以來這裡 品鑑這些食材 它是否呢 就是真的是可以達到 就是我想要的標準 而且我還有一個特別的 買菜方式 真的 怎麼買 我帶你去 就是那個 我們去找阿偉 好 阿偉 阿偉 妳好 妳好 這是我們的青龍阿偉 妳好 這是他的九層塔天 這個都是妳的喔 對 這都是我的 很漂亮耶 像現在這個已經長那麼大了 那麼高了 這個是多久 這個已經割完兩個禮拜了 因為冬天的關係 所以它生長速度較慢一點 而且你說 什麼有特別的 什麼買菜方式是什麼 買菜方式就是 我每次到田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拔一片起來 然後就會問我的小農說 妳敢吃嗎 不敢吃嗎 這個是絕對 在安全採收期裡面 我們一定敢吃的 是喔 阿偉就說 除了吃東西 盡量吃原型食物以外 它對實際的來源也很講求 就算說 無用優質的 也一定要是友善的 而且它金為主欄 減少車輪運送的規定當中 排放大量的湯 來汙染一個環境 還加上魚龍清新 去山地看 跟蕭龍交流 確定是好在這裡用 原來是 做到體內環保 又減固環境環保 是說 我也很好奇 這高棧塔 為什麼叫這高棧塔 它從最底下 這個花開始往上算 是有九層 這 兩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是 這樣喔 這高棧塔 高棧塔 它叫它 這個漂亮的 我們才把它掛起來 這就是我們要在的香蕉 阿偉啊 是 我覺得喔 你好像不像你種高棧塔 你以前是種什麼 我以前喔 是在做總統 厨師喔 你這個板頭 這個厨師 有形有形 是說 你這個廚師做好好 有什麼要做回來 因為這個 從事農業的人越來越少 爸爸越缺工 所以 看到爸爸辛苦 那我就知道 我會來做幫忙爸爸 回來最六七年 後來就在說 家來的原本就是烏龍 只有九棧塔 就種了這家庭 利用到 抓這三家 來附加到市場 每天出火 因為他任當阿璇的習慣 還加上自己 是最佳的出身 知道實材的好壞影響很大 所以說 照顧九棧塔 都有特別注意 買回來的九棧塔 阿璇 他的醬油 擦到脆脆 浸在橄欖油裡面 風雞就氧化 這還加醬油 加醬油泡 做下去 醬油 醉成雅料 又再接下來 就要去醉 火鍋料 等吃了喔 這一開始是要抹油 那個是什麼油 這個是豬油 豬油 對 我們做 昏的就會用豬油 然後如果做雞肉口味 就會用雞油 那如果是做素的 就會用橄欖油 鍋子一定要夠熱 夠熱之後才不會黏鍋 我們打蛋 把這個蛋打到有泡泡 打到有泡泡 我們會比較好 讓它黏上去 你看這個杯 要撈到一半的泡 然後一半的蛋液 做完之後 我們要再把下面這個底部的 這個蛋液再往上 你的蛋皮的邊邊也要夠厚 這樣子在對折的時候 它才不會粉粉絲絲的 然後呢 這分肉的速度就要夠快了 要不然蛋皮這樣會就 太乾了 太乾你就黏不起來了 你做的是原型食物 那個做只有蛋餃 因為從我們要吃得這麼健康 其實它需要有一些過程 一下子就讓它吃到那個全肉全菜 其實有很多人 它在做這個轉換的時候 是很不適應的 所以我們要讓它有一個 比較好的跳接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就做了像這樣子的加工品 那這樣加工品是我自己加工的 所以是我自己敢吃的加工品 那我也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 也可以體驗到這樣子的食物 蛋餃是我媽媽教我的 這是我媽媽的出頭菜 我媽媽之前就是在南門市場啊 然後靠三個鍋子 幫我們姐妹倆養大 其實這個滿簡單的啦 只是你那個灰熬要夠好 好 麻煩 交棒給你 不錯喔 不錯喔 你還記得步驟齁 我不太記得 要一半的蛋 一半的泡泡 滿一點 滿一點 太少了 再滿一點 對 GO 你這樣沒有泡泡了 我媽媽說會先蛋餃的 就是國寶級人物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好 先下去 我們每一坨肉大概15克左右 繞一下 不要急 不要急 很燙喔 你小心 小心 順順順順 真的不簡單 你看這一把是你做的 這一把是我做的 差那麼多 我好像夠了錯的 我做了三十年耶 你三十年了 對啊 我做三十年耶 你剛剛才剛才做得很棒的耶 對 這樣算不錯喔 對啊 我再慢慢煉 這也不簡單啊 放它這樣 免費清淺的 你怎麼去想就說 要來做這個 因為我又拔這前段常來嘛 然後我其實最早的時候 我真的也就只會做 很難吃的原型食物 就水煮的 所以後來我才會想要研發 食物可以色香味俱全 然後又是健康的 又是原型食物 這樣他在飲食的過程裡 他就可以更開心 更願意吃這樣的食物啊 他病 病有沒有 他其實吃三年這樣子的 原型食物之後 他就達到了一個 臨癌指數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都非常開心 那時候拿到報告的時候 都很開心 可是他後來啊 因為他拿到了 臨癌指數的報告之後啊 他就又固態富猛了 他又吃了跟以前一樣的食物 所以在第四年的時候啊 他就又復發了 他在我開 就是這個 原型改配的 即食包的第一個月 他就在睡夢中過世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好啦 走不出來的 其實是我們活著的人 他剛剛離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信念都回啦 因為我是為了他做這件事情的嘛 然後他就走了 那我就不曉得 到底做這樣的食物 到底為什麼 所以有好幾度都很想放棄 然後也好幾度 因為我也沒有經營過網路生意 所以剛開始 我在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就是每一個月賠二十萬 可是我就這樣子賠了快要三年 那段時間你是怎麼夠的 全部都是靠意志力走過來的 我從他生命之後 我覺得我很想重新得到了一次 跟他相處 重新得到了一次 可以我們可以雙方都 把內心的話重新講出來一次的機會 有的時候 然後我還是會贏 騎在外面的摩托車停下來的時候 是他 那時候就說他十九歲的時候 媽媽就是因為癌症過世 那個時候他還很年輕 不知道說 可以找什麼 所流下來的遺憾 甚至呢 因為叛逆 跟爸爸的關係越來越逢 三十幾歲 發言爸爸 他遇到癌症 有了人生催戀的他 想像辦法 要把爸爸流下來 但是 雖然爸爸已經起世了 讓他感覺所有的努力 都是白癢工的 但是 後來看到人家 不怕漏洞窯 來吃他的料理 他漸漸又找到人生的期待 他將每一個人家 都當作自己的情人 希望說 讓健康這些破片的人和家事 甚至是想要養生的人 有健康方便 有健康健康的飲食 哇 好料來 好料來 哇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一看起來蔬菜什麼都很好吃 很繽紛對不對 五星通通都在裡面 像我們剛剛的昆布 這個已經熬了很久 所以這個一定要來吃 對啊 這塊是肉 是我們蘋果梅花豬 就我們醃的嘛 我們的豬肉吃很特別 你就幫我切一塊肉下來 配這個蘋果 蘋果 對 蘸它 好蘸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做的豆蒜醬 哇 想不到喔 這是A型的食物 但這把肉做得來吃 對啊 真的是很豐富 像我們這邊就是180克的肉 配540克的菜 再配一個60克的澱粉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餐最完整的養分 對 我們是希望客人來這邊用餐的時候 可以按照先吃肉 然後再吃蔬菜 最後吃澱粉 把肉跟澱粉分開這樣 好像不會長脂肪 喔喔喔喔喔喔 開火鍋 我們的海鮮的也可以 這個湯底是什麼 我們的湯底這個是用苦茶油跟薑 要出鍋的時候 然後我們才會做 所以它沒有那種熬了很久的 普林的大口湯 喔喔 一般我們在外面吃火鍋 總是會覺得好像不太健康 其實火鍋如果你的湯底啊 稍微調整過一下 我們煮這樣的原型食物 就會變得非常的健康 火鍋我們要先放九層塔蛋餃 是冷凍宅配飽 所以在各地都可以吃得到 那吃火鍋其實真的就很忌諱 把所有的蔬菜全部都丟在鍋裡這樣 對… 我們這邊講求慢食物 我開這個餐廳啊 其實也不是特別以營利為目的啦 我先想要創造一個新的飲食的 一個環境 然後讓大家可以有一個 不同的一個飲食的吃法 我們來品嘗一下今天的收成 九層塔的味道不會說很像嗎 我們北部九層塔 就不會那麼的豔立了 對 這樣就很好吃啊 這個就補一下音樂的不錯 你看看 你這個太甜了啦 應該是無糖的啊 為什麼那麼甜 你的反應跟我爸爸一模一樣 為什麼 它當初大腸癌啊 所以我就是要把所有的糖 全部讓它避開 可是因為它又愛吃甜食啊 所以我就要做出 讓它可以騙掉它的味覺 有甜但是不含糖 這沒有糖的啊 沒有糖 那為什麼那麼甜 我有秘密武器 那就是我們這裡在做飲料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的 它叫甜菊葉 很甜耶 對 而且你看它這麼甜喔 它居然降血壓 降血糖 真的喔 真的 如果有糖尿病的話 它平常還是可以吃 但是如果它要調整血糖的時候 血糖太低 它沒有辦法生糖 所以不可以吃 我現在是還沒有吃啦 只有吃一點點 可是一直想要吃 因為在講話 沒有時間吃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妳現在已經做到這樣的感覺 那以後呢 妳會想說再來怎麼樣的進步 怎麼樣的願景 我之後其實我想要開一間冰淇淋店 冰淇淋 對 一樣也是無糖 無奶 無膚 只用豆漿來做冰淇淋 然後還有一間甜點店 它們兩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來做有甜味但是不含糖的 可以讓更多的糖尿病患 或是大腸癌的病患 我們都可以享受到 吃到食物的那種滿足感 可是我最後最後 有一個最大的一個目標 我想要成為的是 我想要成為農場的主人 然後在這個農場裡頭呢 我可以有一個老人院 有一個育肉院 然後讓老人跟小孩 都可以在裡面 過得非常純真自然的生活 人家說 逃避不一定躲得過 面對不一定最難過 遲到的不一定是最久回來 遲到的也不一定不再擁有 對到阿璇一天做下來 我感受到它 對任務的事情 認真和堅持 也因為正經已經過 經過得可以貼回 跟了解親情的口氣 我在想 愛要及時 真的是很重要的 可以做的時候盡量去做 尚早點 為老下遺憾 有一個土地 一個沖原人情味的土地 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封著台灣人 不怕乾苦的精神 拼出每一個人 踏腳底的一片天 不管水管有多久 无论生活在故乡 咱的心比永远都有 草地长远